動盪的一九六八年 越戰沒選與暗殺 五十六年前歷史重演 意外於今日出現 諸多雷同 回顧一九六八年 民主黨時任總統詹森 因越戰壓力放棄尋求連任 當初詹森在越戰處理上不得鳴心 聲望大跌 連帶健康狀況也不佳 就連退選的前一刻 核心幕僚 同樣都被瞞在鼓裡 二零二四美國大選一九六八年的恐怖 巧合 還包括槍擊襲刺 當年禁竹初選的羅伯甘奈迪遇刺身亡 同一年 馬丁路德金也遭暗殺 美國陷入動亂 反戰示威大爆發 一九六八年 民主黨拳帶會舉行時 越戰還在打 到處陷入混亂 然而當初詹森在三月時棄選 改由副總統韓福瑞接棒 但最終選戰輸給了尼克森 相似的歷史背景 更使得民主黨愁暈慘悟 尤其詹森退選時機為三月 而近拜登拖到七月才翻盤 距離十一月大選更壓縮備戰 黃金時間 民主黨如何應應新局 考驗才開始 暫力新聞 監衛學會報導